男人不是突然不爱了,只是有些征兆难以察觉 爱情的到来总是那么突然,仿佛一瞬间就能从眼神的交流中碰出火花 你或许只是出门逛一下街,然后就遇到了那个让你此生不渝的人 爱情的消失却又是那么的悄无声息 你往往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发现身边的那个他,心早就在另一个女人身上了 但其实爱情的消失不是突然的,而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过程 只是你爱着的时候,忽然忽略了他因为不爱了,而表现出来的忽视和不在意 很多时候男人不是突然就不爱你了,要知道感情的消磨,从来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总有些征兆会暗示你,只是这些征兆难以察觉,往往被你所忽视罢了 女人不要沉醉在爱情里了,要用心去观察男人 每一个改变,你才能够更好地把握他的心 渐渐忽略你的想法,男人真的爱一个人,就会把他捧在心肩上 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到他的心情和想法 男人舍不得因为不必要的事情,让心爱的女人有一点伤心委屈 因此,若你爱了那个男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都有你 做重要决定时一定会争取你的想法和意见,说明他是爱着你 因为对于他来说,你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的存在 可如果他借鉴有意无意忽视你,忽略你的想法,不会再征求你的意见 总是自己独立地做决定,回过头来一句忘了,就把你敷衍了 这样的男人其实已经没那么爱你了 他对你越来越不上心,对你的事情也变得漠不关心 他总是容易忽略或者忘记你曾经说的话 要知道你对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了 他已经在慢慢减少对你的爱了 别忽略了这些细节,这些全是他已经不再爱你的征兆 不再关注你的小情绪 要知道爱情总是分分钟钟都妙不可言 对于品尝过爱情甜蜜之味的人和爱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心里都会涌出难言的感动 因为爱着你,所以一定会更加关心爱护你 舍不得你的眼泪划过脸颊 更舍不得你孤单一个人 如果男人爱着你,他会时刻关注你的心情 有你的小情绪的时候,给你及时给你陪伴和安慰 但是如果他没那么爱你了,他就会慢慢改变 其中最明显的征兆就是变得不再关注你 你的心情好坏,和他没有多大关系了 当他不爱了,他就不会再关注你的小情绪 女人要明白,这些改变都是很难发现的 因为男人会用看似完美的谎言来敷衍你 若你沉迷于他给你编造的爱情谎言 就难以发现他已经不爱你的事实,对你开始挑剔 有人说情人眼里出稀丝 别有人说爱情像是一道薄物 让相爱的人变得完美无缺 爱你的男人,眼里心里都是你 你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因为深爱着你,在欣赏你的优点的同时 所以愿意包容你的缺点 对你的小脾气也觉得甚是喜欢 你的吵吵闹闹是爱情里的调味剂 他离不开你也舍不得你的那些小脾气 少了反而不是你 可当男人渐渐对你疲倦不爱你的时候 他对你就没有那些滤镜了 只要你犯了一点小错,他就会抓住不放 他对你万分挑剔 总是催毛求疵,在你身上寻找缺点 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 这就是男人不爱了的征兆 对你的挑剔只是因为他不愿意再忍受你了 没有那么多爱来关注理解你的难处 别忽略了这些征兆 女人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感情都是有迹可循的 爱你的男人是没有办法隐藏他对你的深情 因为他的心会让自己不断的向你靠近 不爱你的男人也是有征兆的 只是这些征兆很小,藏在你们的相处的细节里 这些征兆虽然很小,难以发现 但你只要用心去感受,仔细地去观察 就能够看得分明 男人不是突然不爱你的 不要给他的行为找借口 所有的变形都是有一段过程的 女人不要忽略了